今天我们要进到 我们今天这个月 我们都是家庭月 盼望就算疫情 我们都有家 丁文姊妹 疫情是一段的时间总会过 家庭是永远的 是继续存在的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关心 相信上帝要赐福在这里面 好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的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好 我们知道诗篇 有好多诗篇都是以福字为开头 而刚才今天我们读的128篇 不只是以福字为开头 虽然我们的中文不是 但原文是这样 都是福啊的意思 然后前面下下面 因为中文翻译 所以我们的字不是 但是原文里面都是用福字开头 而这128篇不但是福字开头 而且一连串用了四个福字 他说第一节说有福 第二节说什么 享福 第四节说什么 蒙福 第五节是什么 赐福 哎呀 太棒了 Hockey啊 做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是Hockey了 神的福 因为我们的神 这一篇诗篇充满了祝福的诗篇 其实整本圣经类似这样的话 到处都是 因为我们的神是 赐福的神 祂也盼望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所以今天晚上你在这里聚会 今天晚上你在线上 无论在哪里 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阿们 主啊 世界的异形 这些要打败 要唇吃我们 但是我们上帝的儿女 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有福的人 我们必然超越这些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蒙福的人 这样的蒙福的人生 是怎么样来的呢 牧师常常说过 圣经的福不是求来的 请听好来 神的福不是求来的 神要赐福我们 神盼望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但是请注意哦 世人都想要福 想要求福 但是福 圣经的福不是求来的 我常常说啊 人有两只脚 前有四只脚 福有几只脚 八只脚 意思说 你怎么追也追不到 圣经的福不是求来的 是跟随你来的 请听好来 注意哦 圣经的福是跟随你来的 只要你成为怎么样的人 圣经很强调的是 to be 你的病 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福自然就会跟着你 所以四篇二十三篇 那你说得很清楚吗 必有恩惠慈爱 如何 随着你感谢主 恩惠慈爱是如何的 不是求来的是什么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恩惠 我们走了 慈爱 走了 快一点 我要走快了 这个 基地图都是这样 恩惠 你的后面跟着两个跟班是什么 真的吗 感谢主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恩惠慈爱就要 随着你 明天早上上班 不是后天 明天下午 你半一上班 谁要随在你后面 阿们 你去拜访客户 谁要什么要跟在你后面 恩惠慈爱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做上帝的恩惠 太棒了 是福要随着我们 所以今天的诗篇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 to be 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自然福 就会跟随你 所以这一篇诗篇 第一我们看 敬畏神 变为有福 跟我说一次 敬畏神 变为有福 第一节说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变为有福 这一节很明显的 两个很重要的字 第一个字就叫做敬畏 那英文很直接的翻译 叫做feel 那么惧怕 通常我们读到敬畏的时候 就想到那位圣洁烈火 审判可怕的神 当上帝在西乃山 向百姓显现 有雷轰闪电 圣经说百姓就占尽 连摩西都说 我甚惧怕 这是敬畏 以赛亚看到神荣耀的意向的时候 他立刻扑倒在神的面前 意识到自己的罪恶 所以他说 祸灾 我灭亡了 这是敬畏 旧约的人 很怕神 但今天我们有个相反的大问题 就是我们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神 这才是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怕神 今天世界的混乱 一切的破坏 一切的残忍 一切的残酷 一点小叉壮 就可以拿棒球把人家打的遍体淋伤 在战争当中可以残忍的强暴妇 那些人就是因为不怕神 所有的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欺骗 可以来做那些 可以用地沟油来够人家 最近我们台湾不是有人把那个什么 鱼池子的水 那个什么 那个养鱼 鱼的水抽出来 又变成什么生计科的什么 怎么变成神水 然后卖很贵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这是因为不怕神 我们十六大问题 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怕神 什么都怕 怕穷 怕被欺负 怕被能排斥 怕被能羞辱 但是就是不怕神 这才是大问题 所有的问题那些都是因为不怕神而来的 好了不管如何 第一个字我们讲到这一本 讲到敬畏 第二个字讲到什么 有福 有福的意思就是英文叫做 快乐 幸福 我们都渴望快乐幸福是不是 那这一节圣经说快乐幸福怎么来的呢 他说那些敬畏神 惧怕神 遵行道的人是多么的 happy 弟兄姊妹你要happy吗 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在追求happy 都希望快乐都希望幸福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happy 幸福快乐 美满 是来自于敬畏神 遵行祂的道 请注意 诗人在这里把真正的快乐 有福 跟敬畏神 遵行祂的道连在一起 而这样的连结 对于不信神的人 是很难了解的 也不能同意的 对不信神的人来讲 有上帝就不自由了 是不是 想做的不能做 想说的不能说 想去的地方不能去 你信了耶稣以后 说谎 你就会不自在 信了耶稣上夜店 到酒吧 酒廊去 会什么 会坐立不安 信了耶稣大声骂老婆 打小孩一定会懊悔 是的 对他们来说 所以呢 惧怕神有神 的确是一个限制 是一个捆绑 但是认识神的人呢 惧怕神是一个快乐 遵行神的道 才是自由 请问 红灯不能走 绿灯才能走 是限制还是自由 你有没有说红灯 我偏要走 你有没有怎么样 可以吗 你就知道你哪里都去不了 大家都有经验吗 十字路口 红绿灯坏的时候怎么样 哪里都动不了 什么都不能动 如果红灯 请问 请问喝酒不能开车 要重罚 是限制是限制是限制还是自由 是处罚还是保护 保护 是不是 你说怎么可以限制 我爱喝酒 是我的事 我爱喝 我喝了 我要开怎么样 可以吗 不可以 你如果开车喝酒 你一定会招惑的 为什么很多人祸患 因为你不听神的话 不听神的限制 上帝的限制是一个保护 请问 圣经严厉责备淫乱的罪 不许可婚外情 婚外性行为 请问是限制还是自由 是处罚还是保护 是咒诅还是祝福 当然是祝福 你要幸福快乐的婚姻 我们都渴望要有幸福快乐的婚姻 你就要惧怕神不犯淫乱的罪 婚外情 婚外性行为 带给丈夫是多么大的羞辱羞耻 而妻子觉得 是被背叛仪器的追星之痛 这些都是婚姻的最大的杀手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明白 今世的快乐常是短暂的 结果往往是痛苦的 永久的平安是来自对神的惧怕 真正的快乐 只有那些遵行他道的人才能够得着 你知道整个诗片的经意 都建立在这个敬畏神 这一个特别的前提上面 所以诗篇第一篇 整个诗篇的标题 整个诗篇的点题 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讲了出来 就这样来 诗篇第一篇是整个150篇 甚至是整卷圣经的一个主题 一个标题 第一节 就是不从恶人的结果 不战罪不做谢麦的罪 这人变为有福 所以看到吗 我们都希望有福 每一个人希望人生有福 但是圣经说 有福在于从怎么样 不从不战不作 这就是神的定规 神做了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你渴望你的人生有福吗 你的渴望的人生是美好的吗 就要不从不战不作 这不从不战不作 好像是个限制 但才是蒙福的 一个人怎么样才能有真正的快乐 happy 那还是来自于对神的敬畏 约瑟一生就说明了 这种敬畏神的惧怕 我们都知道 当他在波提堡的家里 女主人引诱他 约瑟实在了不起 那他才十几岁 竟然能够说这样的话 这太了不起了 他说我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而且他没有留下 不交吧 不交 只留下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下面说什么 我只能做这大恶 下面呢 得罪神 所以约瑟不作是因为怕什么 得罪神 我觉得这一点太厉害 有人不作不是因为怕的是怕什么 怕被抓到 怕被偷拍 怕被登上这一周刊 可是约瑟说 我不做是因为我不要得罪神 我敬畏神 所以你知道 那个怕被偷拍而不敢做的人 只要确定没人偷拍 他就做了 对不对 怕会登上一周刊的人 只要确定不会登上一周刊的人 他就会做了 但是怕得罪神的人 到哪里都不敢做 他怕我只能做大恶 不只如此 对伤害他 把他卖到埃及的哥哥们 约瑟说 我可以报复 我也有能力报复 是不是 当然约瑟能够报复 但是约瑟为什么没有报复 你说约瑟因为很爱他哥哥 当然很爱他 这个是都对 但是你听约瑟怎么讲 他说我是什么 敬畏神的 太了不起了 约瑟所有的行为态度 说话决定是根据什么 根据敬畏神 这才是约瑟的生命最大的特质 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理由都很好 但是约瑟最重要的 他里面最深的在他里面的判断行为 是因为他敬畏神 约瑟的说话 他的生活行为 都受到这个敬畏神的约瑟 不晓得在我们的生命里生活里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约瑟 神圣的敬畏来约瑟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为 还是你要说就说 要做要做就做 多少的信了耶稣以后 还是要说就说 要做就做 骂老婆的时候 照骂不误 什么话都敢讲 弟兄啊 我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但是帮助我们 当你在家里骂小孩 打小孩的时候 你在家里骂老婆的时候 神在你身上有多少约瑟的力量 当然每一个做太太 有时候抓狂的时候也乱讲话 很多姐妹你也是乱讲话 你的讲的话也是没有 也没有上帝的约瑟的 你的话如同刀割你的丈夫 你知道吗 当然你是在受伤里面你出来的 但是你的话也是没有 基督徒啊 我们说话判断行事 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受 让上帝 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你敬畏神 你就不会说这个了 你敬畏神 你就不敢说这样的话 你怎么可以乱讲呢 你不只是讲给对方 你是上帝啊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 而约瑟 这就是约瑟 所以你知道吗 听好了 就是这个敬畏 叫约瑟一生远离恶事祸患 你要逃避祸患啊 敬畏神 约瑟就是因为 你知道我们一生都有好多试探诱惑 我们有好多现坑 什么样能够保守你 避免救你脱离那些 是敬畏神 约瑟就是敬畏神 那个送上来的不敢收 你怎么送上门来不敢收 因为敬畏神 没有说很好啊 不是我要的 他自己也自己要的 送上来的 不拿 白不拿 敬畏神叫约瑟一生远离恶事祸患 也就是这个敬畏 叫约瑟一生无论到哪里 都带着神同在的祝福 而且我 就也是这个敬畏神 把他带到法老的面前 丢丢子妹 我求神恩待我们 今天把这个敬畏 把这个让我们敬畏 好让我们一生远离祸患 更是至终 会把我们带到法老的面前 所以以赛亚书说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 等等等等 第三节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什么 好奇怪 敬畏神是一个 耶稣这是指的耶稣 他是以敬畏神为乐 丢丢子妹 好不好 这个礼拜 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祷告 跟神说 主啊 我是敬畏神的人 让我一生以敬畏神为乐 可能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乐 但是有一个很核心的乐 是以敬畏神为乐 敬畏神不是不得已 是无奈 祂是神吗 我怕你啊 你会打我啊 我只好敬畏你啦 我输你啦 我们拿你无奈啦 敬畏神不是 敬畏神是happy 敬畏神为乐 敬畏神是蒙福 让我们一生以敬畏神为乐 让我们活在这种敬畏神的喜乐里 第一我们看到敬畏神 第二我们要看敬畏神如何 家庭蒙福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祝福 而诗人告诉我们 敬畏神有一个特别的祝福 就是家庭 而家庭是人最大的幸福快乐安全的所在 人对家庭有最深的眷恋 所以你们有看到吗 在中国大陆 春运是全世界地表最大的移动 每一年这个春运的时候 有几亿人在那边打火车 很可怕 所以他们说买一张火车票 有人那个不得了那种代价 就为了要这么辛苦的 打火车 这么花那么多钱 那么辛苦 要做什么 要干吗 要回家 我在外面打拼的钥匙 但是我就是拼是 因为我必须 我很努力 但是心里很渴望的要怎么样 回家 如果你在外面拼的钥匙 却没有家可回 你会知道好空洞 就是因为有个家在外面 使我付出再大的代价 都没关系 因为那一天我努力辛苦了 有一天我可以 我要回家 家才是对人最大的喜 家对人最大的喜 所以人家说 金窝 银窝不如我家的狗窝 所以我常在婚礼里对新人说 感谢主 你们是来到神面前 缔结你们的婚姻 因为说真的 只有上帝能够保守我们的婚姻 上帝能够引导 看守保护我们的婚姻 所以幸福的家庭是今日的稀释之宝 好妻子好丈夫没有人能够给 也没有钱能够买是无价之宝 总统可以让你当院长可以当部长 马斯克贝佐斯可以让你当总经理 一个股票 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神要祝福他的家庭 给他好丈夫 好妻子 好儿女 我们感谢主 那下面我们就看到第一在这里 丈夫蒙福 丈夫蒙福 那这里说到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世情顺利 一个敬畏神的男人 你就要享福世情顺利 弟兄姊妹 做一个男人在那个时代 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一个男人若一事无成 那你会很难觉得你幸福的 而上帝在这里有一个祝福 特别对一个丈夫 对一个一家之主 上帝答应你 他说不管这个世人如何 弟兄姊妹你知道 人不是只要努力就可以有收成的 你也记得吗 彼得出去打鱼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 一夜什么都没有打造 所以你知道吗 很多人努力的却一无所获 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女 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神给你一个应许 神给你一个祝福 就是你会吃你劳碌得来的 上帝你说你工作就必会有收成 你的人生不会浪费 我感谢主上帝祝福我 我一生努力工作上帝让我有所成 上帝也要祝福你 一个敬畏神的人 神要使你蒙福享福 而且事情顺利 事情顺利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地 我奉主的名 祝福我们每一位 2022年我们都要吃我们劳碌得来的 2022年我们的努力必有收成 所以弟兄啊 要做个敬畏神蒙福的男人 2022年你必有收成 时间关系很快我看地了 第二个我很喜欢讲这一点 不但你男人啊 丈夫啊你要蒙福 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的妻子要蒙福 你的妻子在你的内饰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所有的人都同意啊 好妻子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祝福 一个男人有怎么样的妻子 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一半了 但好妻子从哪里来呢 真言说什么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但有贤惠的妻子 耶和华所赐的 好妻子是神所赐的 一个妻子对丈夫太重要了 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台语有一句话说 这个我练了很久才会讲 一个母亲比较好 三个天工作 诶 练得不错吧 我练了很久了 那你懂这个意思吗 他说一个老婆好过三个神明 这是这样的 比三个神明还更好 有一个老婆比三个神明还好 感谢主 所以弟兄要敬畏神 上帝会赐福你 不要按世人的样子选择配偶 门当户对外貌气质个性 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都不可靠 只有神知道谁这适合你 牧师结婚四十年了 今天的师母跟四十年前的师母 不能说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但是真的差很多人 不管是外貌气质个性想法做法 我有一些毛病呢 是很多年才显出来的 师母说早知道你有这个毛病 我就不嫁给你了 我说来不及了 弟兄啊 你怎么知道四十年之后 你妻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姐妹啊 你怎么到四十年之后 这个穷小子不会发达成才呢 像牧师一样 不是啊 所以弟兄姊妹 只有神知道谁最适合你 神知道四十年之后 谁是最适合你 要把婚姻的主权交给神 贤惠的气不是你找来的 是上帝扫持 你说神啊太迟了 我已经结婚了 神现在开始要敬畏神 上帝恢复常见 我们的婚姻 我这个人四十年 神也不断在改变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 神要赐福他的妻子 好像内饰多结果子的树 多结果子的树 代表她的是丈夫的丰富 所以感谢神赐给我 一个丰富的妻子 有她 有师母 我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富翁 像诗篇里所说的 她在内饰为我预备一切 当年我去美国读神学 她真的为我办一切的手续 我从来不用烦恼 到了美国 她去装电话 接水电 回复一些的书信 连我的读书报告 打字都是她打的 我什么都不用管 我只要专心读书 所以虽然我程度不好 最后我就用A 就用Honor来毕业 现在我们大家 大小事我也从来不担心 什么事都她包管 包括我每天吃一大把维他命 我都不知道我吃什么 有一天我问她这是什么 她才跟我这叫为鼓励 这叫做怎么降胆固存的 最近我们又开始吃低三 在教会的事工上 师母就是我的执行力 我只要想说异象概念目标 她就很神奇的完成了 好多晚上我看到办公桌 对一大碟的回报表 一大碟的装备课程的作业 师母是一个很认真的 一笨一笨的看 好像老板娘看账一样 只可惜是作业本不是账本 办公室同工间有问题都去找她 我好奇怪 我也很棒 怎么都没有人要来找我 多少次听到办公室传来 同工大小声激烈的 在那边沟通 可是最后常常都是 以流泪祷告的声音来结束 过去好多年 每天早上 师母比我早起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为教会大小事 弟兄姊妹的需要 祷告呼求神 实在看她那么辛苦 她真的比我操劳 她真的像真言所说的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而无损 而无损 所以弟兄姊妹 特别今天我要祝福每一位姐妹 跟神说我就是这样的妻子 每一个姊妹 用圣经的观点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有帮夫运的 谁娶到我 就赚到死 赚到报 你就是这样的姊妹 姐妹 上帝要祝福你 你就是最美丽的那一位 你就是贤惠的那一位 你就是谁娶到你 他就是大赚 如今 我能够在丈夫 在城门口 与帮地的长老同桌 为众人所认识 就是因为 我有一位好妻子 那弟兄呢 你要有这样的妻子吗 没有人能够给 你自己也选不准 这是神赐福 给那些敬畏他之人的赏赐 最后我要讲 那姊妹讲说 对了 都给他好 那我呢 你有没有想过到这边 你会不会很不甘心 都是我做贤惠的妻子 我通通都是他好 那我呢 你放心 上帝不会忘记你 有一个姐妹 问格里汉牧师说 我常常觉得 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丈夫 好像比丈夫次一等 你知道格里汉怎么回答 她说 她说你丈夫永远不会像你 她怎么样都不如你 因为她不能生小孩 你生的孩子会超越你的丈夫 她说你对丈夫失望 就生一个比他厉害的 更好做 让他没有办法生过你 这是她说 那弟兄姐妹们 上帝跟你的角色 上帝不会亏待你 你听好了 你必会得到报场 第一 她说 她的儿女要起来称她勇 她的丈夫要称赞她 姐妹 当你活在神的里面 你成为这样一个妻子 你的儿女会称赞你 你的丈夫会敬重你 就像我对师母一样 虽然她是我的妻子 我是她的丈夫 可是我从心里面敬重她 我在现在搬到新堂 我在外面祷告 她在里面 我在外面有个走道 我就看得到她在里面 我常常看她 很认真的坐在那边做事 看到她 我从我心里面尊敬她 敬重她 我感谢神 主啊 怎么有一样一个女人 怎么会到了这个年纪 还这个样子 我从心里面敬美 你知道吗 姐妹啊 你会赢得你丈夫的爱 赢得你丈夫的尊敬 敬重 欣赏 爱慕你 虽然你不如过去年轻 貌美 但是你生命散发出来的 是没有人能够取代 你在你丈夫心目中 有最高的地位 就像牧师说的 我有了他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富翁 然后呢 神答应你 你会享受 对吧 你做的 神会让你享受 你会享受你的丈夫 享受你的婚姻 你会享受你的家庭 你会享受你的儿女 很多人的儿女 不是享受会气死 神答应你 你的儿女会成为你的享受 这是不是祝福 太大的祝福 而且会荣耀 你会有荣耀 你会有尊荣 你的丈夫会成为你的尊荣 你让你的丈夫 能够坐在城门口 然后你会因妻子 因夫而跪 是不是 上帝你帮着呢 然后你的家庭 你所做的都会来尊荣你 你会成为一个有荣耀的女人 愿上帝帮助我们 时间到了 让我们愿我们一起来到上帝 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 我们一起来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都要有一个蒙福的家庭 跟神说主啊 帮助我 让我是一个有神的人 让我的说话形式是有敬畏神的一个约瑟 让我一生所有的决定判断是因为我里面敬畏神 跟神说主啊 我是敬畏神的人 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 弟兄姊妹你要勉励自己向神祷告 我一生要成为一个我是敬畏神的 让我一生以敬畏神为乐 你便要出入都要蒙福 你就会相浮在上帝 我们同生开口一起来祷告 哈里路亚 让你远离二世 远离祸患 敬畏神会把你带到法老的面前 耶稣 耶稣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你更要开口祷道 上帝要与你同在 跟神说我敬畏 就在这一刻你要敬畏神 在这敬拜的时刻你要敬畏神 回应上帝说 神啊 我是敬畏神的 在敬拜里面 在崇拜里面 在守着敬拜里我敬畏神 让我敬畏你 让我一生眼泪祸患 让我敬畏神 让我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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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在耶稣 一切都在里面 保守我们每一位 保守我们每一位 保守我们一切都在耶稣里面 谢谢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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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们下面 为我们弟兄 为我们自己祷告 神啊 我向祢祷告 因为我敬畏祢 祢要一生让我吃劳碌得来的 我绝对人生不会往南浪费 上帝啊 2022年我们要努力 因这我们努力必有收成 做个敬畏神的男人 祢的人生必有收成 姊妹们为自己来祷告 让我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 我要享受我手中所操作的 我是一个祝福我丈夫的女人 让我一生成为我家庭的祝福 其实你的丈夫要依靠你有益而无损 我们同生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 我们在活在上帝的面前 主啊 每一个都在祢面前 我们来赞美祢 赞美祢 耶稣 我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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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我们当中有一些未婚的 不管是弟兄或姐妹 为你将来的配偶祷告 好丈夫 好妻子 是上帝的赏赐 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神就会把一个敬畏神的配偶 赐给你 跟神祷告 主啊 如果你要我结婚 求你给我一个敬畏神的配偶 让我有一个有神的配偶 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两个这个家庭 建立一个敬畏神蒙福的家庭 同生开口 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 一起坐在耶稣的面前 主耶稣 我上带来祷告 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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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们敬畏神 祝福我们 敬畏神 祝福我们 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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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耶稣 谢谢我们的主 谢谢我 耶稣 主啊 我们要敬畏祢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敬畏神 蒙福的人 这人出入都要蒙福 愿上帝祢的恩藏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活在祢面前 但愿我主耶稣就是恩贵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还有一首荣耀给我们 祝福我们 上帝祿福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 地点 请上士林灵阳堂官网查询 士林灵阳堂祝您平安喜乐